各位好,我想各位同學應該都已經成功的載入了這個資料集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子星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DF,我們轉進來的資料 那接下來我們來去看一些叙述性的一些的統計 那我們這一次的資料呢,是希望能夠去預測怎麼樣留住你的既有的客戶 好,那我們的題目再看一下我們的客戶是Customer Behaviors 客戶的一些的行為,消費者行為的這個探索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DF是什麼呢 我們一樣麻煩各位就從老師的SpiderPy的那個程式 Copy這些的程式來去做執行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是ship 可以看到我們這次的資料集是有9134筆的資料 24個欄位 好,一樣我們來看一下head是什麼呢 我們顯示出前5筆的資料 好,各位看到它的編號是從0、1、2、3、4 沒有去做這一次的一個序約的一個動作 好,那接下來都是一些這個客戶的一些的基本資料 之前有講過 等一下我看到欄位的名稱 再跟各位去做一些的敘述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list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出來客戶包含了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list list 這個df.colins呢 就是我們秀出來這24個欄位的名稱 好,這個叫做colins name 好,包含了客戶的名稱 他所屬的周別 好,客戶的lifetime value 好,那老師這邊中文有些的翻譯 你們大概可以看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是所謂的information 就是看我們這個24個欄位的基本的資料 好,這邊來看到一共是9134筆的資料 那這個24個欄位 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的值呢 都是9134筆 所以說代表這個所有的欄位 是並沒有這個遺漏值的 那再來可以看到到 這個是有類別型的變數 類別型的變數呢 我們就叫做obj 那floating point呢 是我們的時數的變數 int呢是我們的整數 這個我們可以從這個information info的資料集 這個指令 你可以看到這個我們資料的一些的特性 還有它的dtype 也就是它的data type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幾件事情呢 就是要對這個參與的客戶 進行這個資料的分析 那第一個我們先要去做的就是我們的response 因為這個response的這個欄位呢 就是代表了它是不是有參與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好,那我們想要看到的是整體的參與率 好,那因為我們要去做整體參與率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叫做group by 好,因為這個response裡面它是 各位來看一下response呢 它是屬於類別型的變數 類別型的變數它有yes跟no 好,那我們可以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 response呢 它有no和yes 好,那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有yes跟no 它是兩個類別 好,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用所謂的group by 這之前也跟各位提過了 這個是小計 依據類別型的去做一個小計 好,這個時候產生出來的它就是一個 所謂group by 的一個data frame的一個集合 好,那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指定有一個size 可以看到這個我們依據response的group by 的時候的小計的統計 好,一樣這個執行完之後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有多少筆資料 9134筆的資料 那因為用group by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依據response裡面兩個類別 一個是yes跟no的類別 好,那這裡也可以看出來 這一次9134筆的資料 有7826位的客戶是沒有在做續約 那有續約的呢,一共是1308位 所以說我們很容易的可以用group by by哪一個變量變數 可以去看它裡面的這個類別的個數 好,那接下來除了size以外 我們可以去看它的size以外 我們接下來還可以用一個叫做count count count是算呢,是算它的個數 好,我們執行一下就可以看出來 現在時間是5點整了 因為我們已經用了group by 所以說它會分兩類 然後count會去算每一個每一個的個數 那因為這邊每個變量其實24個 蘭位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個數都不會變 每個都是no的部分是7826 yes的部分是1308位 一樣,當然我們除了可以用size可以去看 count去算個數以外 還可以去算它的平均 平均值 mean 也是依據response的類別 好,那這裡因為我們算me的時候 算平均值的時候呢 我們只能夠去算數值型的 它才會去幫你算平均值 好,以這個來看到 customer life cycle value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有買跟沒有買的差別 有買的話大概它的customer lifetime value是7854 那沒有買的呢8030 好像也沒有差太多 好,再來看 在有買跟沒有買之間 income來看的話 相對的有買的收入稍微高一點 38544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還有什麼 我們可以去做可以去看的呢 這個是total claim total claim claim就是它去做出寫 理賠的金額 理賠的金額 理賠的金額可以去看yes的理賠的金額相對是比較高 446美金 接下來一樣 接下來一樣 再來看一下 number of open complain 就是還沒有處理的這個抱怨的次數 那相對的 那相對的來看到 有買的話 它相對這個抱怨的次數是比較低一點 是0.36 那沒有的大概是0.38 將近0.39了 好,一樣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這邊有一個指令 叫做unique unique unique可以去看到某一個變量的 類別的個數 那這邊 這個就是直接去打 df的變量 你們可以打打看 好 好 我是這邊把它做copy的動作 你們可以copy一下 Ctrl C copy 那從這個地方 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把這個response的這個變量 所有的值秀出來 好 秀出來這9134筆的資料 好 中間省略掉了 因為它只秀前無比跟最後的無比 好 那這邊我是把它清掉 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 就是把所有的response 去看看它有幾個unique的類別 好 這邊算出來它就會跟你講 它只有兩個類別 一個類別是no 一個類別是yes 那它的物件呢 是屬於object 是類別型的物件 好 一樣 我們可以多加一個n unit 這個叫n unit的話是number of unit 到底有幾個類別 它直接就會跟你講兩個 好 那一樣畫葫蘆 我們可以去看看 我們可以去看看剛才 找出來的所有的類別型 你都可以看看它類別型 有幾個 好 這些都可以看 我們剛才看的是response 好 那等一下你們可以練習到 education可以看到一共有幾個類別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sales channel 也就是我們銷售的管道 好來看一下銷售的管道在哪裡 銷售的管道sales channel 在這裡 它也是屬於類別型 好 請問你銷售的管道有幾類呢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指令來看 好 這個df 銷售的管道裡面的unique 它可以幫你秀出來幾個類別 拿幾個類別 好 這邊可以看到幾個 agent call center web 還有branch 所以它銷售的管道呢 有四個管道 agent呢 是透過保險經紀人來去承接你的這個保險案 或者是你打call center 客戶中心 來做續保的動作 或者是在web上 internet上面去做你續保的動作 那你也可以直接到它的分公司 它的分支 它的分公司 去做續保的動作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用n unique 來去看有幾個類別 好 當然這邊就是四個 因為就從這個四個來的 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homework呢 就是 剛才已經知道了 這些 都是 都是類別型的 那請各位看看 這些類別型 老師這邊已經秀出來了 一個 這些都是 customer 它就是類別 好那請各位呢 今天的第一個homework 你就一樣畫葫蘆 去看看每個類別到 類別的名稱是什麼 然後 一共類別 名稱有多少個 好 好 那這個老師舉個例子來看 以這個來看 第一個就是customer 它是object 好 好 那customer它的類別 就是這麼多 秀出來 那因為太多了 所以它中間省略掉 我們也可以算看 一共有多少個類別 那一樣畫葫蘆老師再做給各位看一遍 那一樣畫葫蘆老師再做給各位看一遍 Ctrl C 好我們在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你想看哪一個 看第二個啊 看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周 State 好 我們把這個State copy一下 好 接下來就是把老師剛才copy的這個customer改成State 那是不是簡單 好 周邊的一共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州 Oregon California Nevada Arizona 跟Washington 五個州 那一樣 我們算n unique 這是unique嘛 我們多一個n 就是number of unique 好 好 那請各位 你們就一樣畫葫蘆 去看看 每一個類別心 到底 類別的 名稱是什麼 它的名稱是什麼 還有它 有幾個類別 好 好 那你們先做第一個homework 了